如果這裡是在海邊或是在游泳池 聽說有人去玩翻掉的對不對 對 為什麼要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剛剛那個紅色的天鵝 其實我們上次去馬爾蒂克的時候 就有買一隻 喔 他是狗角獸 對 然後因為你知道 他在網路上面看到 他就說我很想買一隻 然後再去那邊玩 然後我開始念他說 你還在幹嘛弄花錢 念了很久 那怎麼適合他讓你買的 所以我就問Peggy 負責Peg 然後就給他看照片 然後就說 這很值得買啊 然後就在海上招買 然後我就買了 所以是Peggy說好 你才買的 以後都問Peggy對不對 對 這是後人說嘛 OK 那聽說好像去那 他玩料很瘋掉對不對 他馬上站著那個 所以本來是朋友一起 然後用 他一直站著不給別人 你知道因為那個 鼓掌說要充氣 那充氣我旁邊就一直等 然後我看他一直等著 我覺得好像蠻好玩的 然後等他剛下水之後 我就想啊走開 我第一個然後直接跳到 所以是一邊在充氣的時候 一邊開始在脫褲子了 不是 剛好我在那邊脫 在那邊脫褲子 天天的好 好 所以你看馬上就展現 就是大孩子的心 是不是 那我們都知道說 好像聽說兩位也是平常 很喜歡待在家裡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放假的時候 如何待在家裡 喜歡待在家裡 也可以大家很安全 很好玩 嗯 像我 像我很喜歡畫畫 對 然後 嗯 我覺得 在家裡的時間畫畫很好玩 就是你可以觀察身邊 不管是什麼角落 你都可以把它呈現 是 那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 我自己啦 小時候我就很喜歡 趁沒有人的時候 站在書桌上 然後開始開眼睛 就是在書桌上 然後假裝自己是這個 大明星 然後在唱歌 所以你家挑高很高 站在書桌上 頭盔一點 因為這個手很大耶 喔 那個手很大耶 而且在桌上 也頂不到聽話 欸 喔 也是 好 所以你是在桌子上 然後開演唱會 跟畫畫 那志芳呢 嗯 我的話 我是 我待在家裡 我大部分都在彈吉他 因為我很喜歡彈吉他 然後我一直練吉他 然後還有的話 我最近多一個新的興趣 就是待在家裡 有點練健身 對 硬健身 對 徒手的 或是雙人瑜伽 徒手的健身 或是雙人瑜伽 然後 可是我真的很好奇 男生啊 因為真的很喜歡玩網路遊戲 對 不然玩手機遊戲 你有沒有什麼方法 克制一下自己 不要玩太久 其實我 我克制是因為我怕我眼睛壞掉 不是已經壞掉了嗎 沒有沒有 我沒有戴眼睛 我這邊都看得到對面的 他陰眼 我真的 我是陰眼的 對 好的 對 那等一下大家聯訪之後 我們就到後面去 然後問問你看 你說看那個小的腦 對 因為我覺得如果 玩網路遊戲 或是看電腦太久的話 其實對小朋友的私底也不好 其實對成年人的私底也 私底也很好 那 因為我不想要就是 不會要戴眼鏡 所以我很蠻克制的 我覺得 大概玩一個小時 然後休息20分鐘 讓自己眼睛能夠有個休息的地方 看看綠色的東西啊 然後 不要一直 看電腦的螢幕 這樣才不會讓你的眼睛 就是使用的那麼快 那男生也喜歡玩網路交流怎麼辦 網路交流我覺得 呃 女生就要特別小心 對 女生要特別小心 我覺得 我覺得 我覺得女生就不要玩了嘛 對不對 就是因為現在網路真的很發達 不要那麼不玩 不太可惡 我覺得 玩之前一定要先把學校 交給你的功課啊 對 啊 暑假作業 對 然後在交友的時候 其實要注意保護自己 嗯 對對對 不要隨便 隨便地相信 不認識的網友 對 要愛自己 嗯 所以你有跟網友見過面嗎 嗯 沒有耶 沒有 頂多就是在臉書上面 號召粉絲來聽說約會嘛 對 對 健康 這是健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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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是健康